手機在中間 手機在右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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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本身 我想我都算是 我想跟大家都一樣 這個年代都是低頭族 但是現在開始 會 會 讓自己休息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新電話 是有一個提醒功能的 就是告訴你 喂 你看電話 看了很久了 你要休息 我覺得有了這個新功能 其實自己就會適度 使用這個智能電話 對自己的頸椎 精神狀態的那方面都好些 自己有沒有之前接受過 放下電話吃飯 玩電話的挑戰 我 智能電話的detox 我是很有興趣參加的 但是我暫時都沒有機會 因為我工作都是比較多 現在很多工作都需要 用到我的電話去處理 但是由於沒得飛 如果有得飛的話 我想我也真的會有一段時間 例如假期那幾天 可能飛去一個 完全收不到電話的地方 去讓自己 做一個身心的療癒 這樣 但是就現階段來說 尤其在疫情期間 它變成了我和爸爸 慢慢溝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靠視像通話 所以隨時隨地 讓他們找到我都是很重要的 原來是世間太荒謬 你我分的手 先最合理與溫柔 每個爭鬥 誰來講